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以后西葫芦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一道西葫芦炒五花肉 清脆爽口,香辣入味 实在是太下饭了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清水中撒入一些食盐 搅拌均匀 然后把西葫芦放进来 清洗干净 西葫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具有增强体质 降血降压 论则肌肤的作用 将西葫芦表皮搓洗干净后 我们给它控水捞出 放至菜板上 切去西葫芦的头和尾 然后再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长条 再把西葫芦中间的瓜郎给它片下来 这样我们炒出来西葫芦就不会水啪啪的 切下来的瓜郎也不要浪费了 可以留着做汤喝 最后我们将西葫芦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小长条 就可以 再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往里面加点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 将西葫芦腌制10分钟 这样炒出来会更加的脆爽 接下来准备一块去皮的五花肉 将五花肉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切点小料 葱姜蒜 小葱切成末 蒜子生姜用刀给它拍扁 让姜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 接着再改刀切成姜蒜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西葫芦炉也腌制的差不多了 撒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加入多点的清水 将西葫芦表面的盐分清洗一下 这样做出来就不会咸 清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 放入碗中备用 所有食材都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将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处理好的西葫芦 大火快速地煸炒 给它炒至六七成熟 一只炒至像视频中这样 西葫芦表面比较油亮 有一点点微焦的状态就可以 我们先给它盛出来备用 将锅刷洗干净 不用加油 把五花肉放入锅中 小火慢慢地煸炒 把五花肉里面多余的肥油 给它煸炒出来 一只给它炒至变色 表皮带有点微焦的状态 就差不多了 再下入切咬的葱姜蒜 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后 我们再来调味 下一勺黄豆酱 一勺生抽 胡椒粉 蚝油 再来一把干辣椒段 大火快速地翻炒 炒出酱香味 接着就可以把西葡萝加进来了 大火继续翻炒 炒出锅器 将所有食材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阿健每天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 要是今天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健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万分感谢 炒至像视频中这样 就差不多了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 给它装入碗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西葡萝像我这样做 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清脆爽口 香辣入味 混合着五花肉 熬出来的油脂 简直不要太香 学会以后 保证米饭都能多吃两大碗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